你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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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君 齐君 你醒醒了 李齐君 李齐君 你醒醒了 李齐君 齐君 你醒醒了 你睡觉了 安娜 就聚你没事吧 我就知道 你不会放弃我 我知道 你一定会来找我 在我们的地方 你这几天一直都待在这里吗 那你是怎么吃喝呢 你想把自己饿死吗 我知道 你一定能来这儿找我 万一我要是出不来呢 只要你想来找我 什么都拦不住你 安娜 原谅我好吗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 该不该再相信你 其实你心里 一直都在相信我 你相信我突然消失是迫不得已的 我相信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你就对你自己这么自信吗 相爱的人 彼此之间有心灵感应的 我真的需要用了 我回到马来 确诊自己病了 得了一种无法治愈的血液病 我彻底决忘了 我就等到 等到有一天 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 但是在吉隆坡见到你之后 冲染了希望 所以我才接受了一个 一直就没有经过 临床的治疗方法 很冒险 但我还是接受了 结果 发生了奇迹 你还记得 我们曾经在这里说过的话吗 我们两个在一起 相爱 是上天注定的 赵平凡和格雅说过的那些话 都是真的吗 是的 句句如是 我知道我之前 对你说过很多的谎话 但是当时 当时我觉得我这么做 是为了给你一个幸福的未来 从现在开始 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再也不会骗你 我发誓 我用我的命 好了 安娜 让你出苦了 给我个机会 让我好好地爱你 不会再让你 废物跳一滴眼泪 废物跳一滴眼泪 凌智隽 在你心里 爱到底是什么 爱 爱 爱是 为一个人付出 爱是包容 爱是为了对方的幸福 什么都能做 连命都可以不要 爱对于我来说 可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我只希望跟我相爱的人 能够平平淡淡地生活 我哭的时候 她会哄我 我生气的时候 她会逗我笑 在我心里 相爱就是两个人一起快乐 我 我也可以跟她分担痛苦 林志全 两个真心相爱的人 不该把对方排斥在彼此的生活之外 不管她是什么理由 你明白吗 我明白 所以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就像你说的一样 让我好好地陪在你身边 可以吗 一只心又无灵犀 多远的距离 别不怀疑 我们的心都骗了一遍 我们的心都骗了一遍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命运它早就牵好了血 她要我们一起相恋 我的心就变成你那边 我永远 我永远 一切都永远 雨晴啊 休息会儿吧 来 喝杯红茶 养养胃 谢谢 公司不是有这么多人呢吗 交给他们干不就行了 我在家已经够清闲的了 娜娜 吃早饭了吗 没有 我刚才上去了 她在门上贴了个纸条 说她想多睡会儿 我就没教她 你都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 我们下山吧 嗯 我不饿 我现在就想要这样 静静地和你待在一起 我们找个有信号的地方 给你妹妹打个电话吧 这几天她找不到你 人都快急疯了 好 你这么突跑出来 你爸妈应该也很担心 你给他们也打个电话吧 他们要是知道我来找你了 会疯掉的 正因为是这样 你更要给他们打电话了 嗯 嗯 赵平凡说 安娜她妈 现在特别讨厌我们 就是嫌我们帮你们朋友太多了 喂 哥 哥 是你猫 舅爷 是我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我现在很好 你放心吧 哥 你在哪儿呢 这里叫鸟巢 好 那你等着我 我现在去找你 不 你别过来了 这个地方很大 我说不清楚位置 我等一下就回酒店了 哥 你现在和谁在一起呢 我和安娜在一起 你跟 安娜在一起呢 那你让她接个电话 喂 安娜 是我 格雅 我回头再跟你说好吗 手机马上没电了 喂 怎么回事啊 她说手机快没电了 陆老师 您上次说 论文就是要提出不同的观点 是 那怎么才能提出一个 与众不同的新观点呢 嗯 首先 您要明确 你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性是什么 一定要能够自圆取出 对不起 我 我接个电话 喂 安娜 你在哪儿打电话 爸 你别担心 我一会儿就回去 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呢 你是怎么出去的呀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爸 你先别急好吗 我待会儿就回去 都给你解释清楚 你现在在哪儿 你在哪儿 你说话呀 你 雨晴 安娜跑了 她不在屋里 怎么可能呢 你不是说她在呢吗 哎呀 她给我打了电话了 说她现在在外面 你看看 早知道就不答了 现在他们更担心我了 没关系 我们一会儿一起回去 算了 我还是自己回去吧 不 我一定要跟你回去 你就不怕我妈 她把警察叫来吗 不怕 安娜 我要跟你结婚 你爸妈这一关我必须面对 我要得到他们的祝福 让他们原谅我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就出去了呢 这门窗看得好好的 怎么可能就出去了呢 什么时候出去的呀 怎么出去的呀 你问我我问谁去 这房来房去的 一个大活人 从咱们眼皮子底下给跑了 她刚才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 她说她在哪儿了吗 没有 跟什么人在一起 没说呀 那你给她打一个电话过去呀 安娜的手机 我不是给收过来了吗 她是用别人的手机 给我打她电话 同学们 那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儿吧 大家 走吧 好 好 再见 熊子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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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啊 可以啊 你现在跟安娜在一起吗 她从家里跑出来了 我 我在那个酒店见我网站的编辑呢 我 我在那个酒店见我网站的编辑呢 好嘞 阿姨再见 嗯 这下好了 把安娜她妈也骗了 她要是知道了 以后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阿娜没有跟哥雅在一起啊 没在一起 哎呀我就奇怪了 这孩子她怎么跑出去的 昨天晚上睡觉前我还到她房间看了她在家呢 等吧 他在电话里说了 他马上就回来 好的 我知道了 徐小姐找到他们了 在哪儿 在郊外 一个山上 需要现在过去吗 那边有徐小姐就够了 回来 待会儿你小心点 万一我妈把你撕了 放心吧 不管你妈要骂我 打我 我都会忍着 志军啊 我现在都还觉得 一切像做梦一样 就算做梦吧 反正我们在一起了 你好 我回家 你好 陆小姐 来 车 陆小姐 对不起 你们不能进去 为什么呀 你可以进去 他不能进去 你有什么权利阻止我 带我朋友去我家里啊 谁都可以进 就他不能进 他是业主啊 你们凭什么不让他进去啊 我知道他是业主 他可以进去 你不能进去啊 陆小姐 你可以自由出入 你承让他不可以进去 如果我们放他进去 我们的饭碗就没了 喂 赵经理 怎么了 什么 啊 陆小姐 对不起啊 赵经理 你这什么意思啊 这家伙是回不了了是吧 不是 这个 真对不起 陆小姐 您现在可以进去了 抬 抬 抬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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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经理 我可能覆试我们 referred 你是我的 我可以挣花了 我没有拿到达了 不是 哦 distintos 什么 她们发脾气 我不希望你跟她们 把关系闹僵 我知道 但我怕我妈对你不客气 安娜 你是她的女儿 你妈做的这一切 都是爱护你 怕你受伤害 将来 如果我们有女儿了 我相信你就会 理解你妈妈了 但我不会像她那样 不分秋红皂白 用爱的名义 把自己的想法 强加到别人身上 我相信你不会这样 不管怎么样 你不许吵架 不能跟她们发脾气 走吧 走吧 安娜 您记住 不能发脾气 嗯 爸 妈 伯父 伯母 对不起 我这个样子来见你们 失礼了 你说得太轻巧了吧 你看看你干的那些事情 你看看你干的那些事情 何止是失礼啊 太无礼了 老陆 你不用理会他 安娜 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跑出去的 志军从我们家离开以后 一直没有跟任何人联系 他毕竟是从我们家离开的 你们也不希望他出什么事吧 他可能去的地方只有我知道 所以我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我不想听 你只需要告诉我 你是怎么跑出去的 妈 这一次我带志军回来 我只想心平气和地 好好跟你们谈一谈 请你们给我们一个机会 对不起 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们根本不想见到这个人 更不想听他说话 伯父 闭嘴 闭嘴 我们教育自己的女儿呢 你插什么嘴 妈 你们俩怎么能这样跟人家说话呢 安娜 伯父 伯母 安娜都是因为我 才瞒着你们跑出去的 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 要怪 你们去怪我吧 我不是在说自己家的事情 请你不要插嘴好吗 安娜 你今天必须说清楚 你到底怎么出去的 什么时候出去的 爸 我这不已经好好的回来了吗 好好的回来就完了吗 我和妈妈放下工作不干 在家里陪着你喂的是什么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 伯父 请你消消气 都是因为我 才给你们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对不起 陆安娜 你知道我们都不想见这个人 更不想让你跟他有任何的瓜葛 可是你干什么要把他带来呀 你想干什么呀 伯母 闭嘴 我没问你 你别在这儿晃悠了 晃得我头都晕了 他们现在也该回来了呀 你说你 没有他们消息的时候呢 你着急 现在有他们消息了你还着急 没准人家现在俩人正堵在路上呢 堵车怎么会堵这么长时间啊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呀 他们俩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一定是去安娜家了 不可能吧 有什么不可能的 安娜敢去找你哥 他就敢把你哥带回家去 可是 上次安娜他妈妈就把我哥送进派出所了 这次会不会又把我哥 放心吧 不会的 只要有安娜在 你哥肯定没事 而且你哥现在跟安娜在一起 说明安娜心里已经原谅你哥了 我看他俩肯定是和好了 你就放心吧 你哥肯定没事 爸 妈 你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听我讲几句 让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你们讲清楚 因为很多事情 它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在我跟志君结婚以前 他发现自己生病了 回到马来确诊是一种血液病 而且可能都活不了几天了 他为了不连累我 就说自己遇上了传难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 他不想我嫁过去之后守寡 这些都是他说的 你相信 这些都是事实 就算这些都是事实 我们也不能接受他 为什么 他骗你的手你都忘了 他能骗你一次就能骗你第二次 你难道想跟一个骗子生活一辈子吗 妈 志君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 你怎么能这样理解呢 你说我们该怎么理解啊 他不是病了吗 怎么 现在好了 伯父 伯母 安娜说的是真话 由于我是特殊血型 得了这种血液病可以说是不治之症 后来一个美国的教授 用了一种不靠谷随移植的治疗方法 才治好了我这种病 治好了 那算什么不治之症 是 伯母 我的病是治好了 可是我这个治疗方法 在医学上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 但我现在是健康的 进来 方队 这是我们余总 你好 余总 辛苦 刚才有人报警 你们这里有人私闯明斩 就是那个人 妈 你叫警察干什么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警察先生 这可能是个误会 有什么话 回去跟我们解释清楚了再说 不行 你们不能带走他 你是什么人 这里是我家 他是我爱人 你的爱人 赵经理 怎么回事 那个 警察同志 不好意思啊 那个 他是我女儿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 的确是有人私闯民宅 请你把他带走吧 罗队 这样吧 先听业主的 把人带回去 咱们再弄穷处 对不起 先跟我们走一趟 不行 你们凭什么抓他 我们不是抓他 刚才有人报警 我们请他配合我们调查 妈 要是今天警察把志军带走了 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安娜 你是想干什么吗 冷静点 警察先生 我来配合调查 爸 都是你们逼我的 你们信不信 我今天就死在你们面前 我说到做到 安娜 警察同志 这个是我未婚夫 是我请他进来的 他并没有私闯民宅 你们这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你女儿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你们这是家庭纠纷吗 家庭纠纷和私闯民宅 是两个概念 后者属于刑事犯罪 以后搞清楚了状况 再报警 谎报警情 属于扰论公共秩序 对对对 我没有些欠考虑 对不起啊 这个事都怨我了 对不起 我们走 周队 周队 伯母 伯父 对不起 伯父 伯父 不要再说了 请你离开这儿吧 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爸 妈 我要和执君结婚 卢安娜 你不要得寸进尺的啊 我跟你爸说半天 你没听懂啊 我们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更不要说结婚了 伯母 我对安娜是认真的 我真的很爱她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爱呀爱的 我再说一遍 我们俩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不同意 妈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跟我爸 没有人更爱我 但你们不能一辈子看着我 我要选择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苦也好 累也罢我都认了 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 我不会看错人的 我就要嫁给林祝君 你真的是好了伤疤忘了她吗 你难道忘了 她已经抛弃过你一次了 那是志军为了我 好 无论好坏我们都不同意 爸 你讲不讲理了 志军为了我 已经跟家里人闹翻了 难道你们也要把我 逼到这一步吗 你威胁我们 妈 我没有威胁你 我是在恳求你 我求你成全我的幸福 你跟我爸 不就是希望我幸福快乐吗 虽然我跟志军 经历了很多波折 但是我一直都爱着他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 他现在回来找我 我不想再失去他第二次 妈 爸 我不想因为爱志军 我又要伤害了你们俩 但是我也求你们 不要比我放弃我的幸福 你就无论你 都没有想让福 那孩子 都没有喜欢我们俩 都没有想要 都没有老 又要爱志军 是怎么能俩 你还是想要 还能俩 拜托你们了 你这是干什么嘛 安娜 你快让她起来 快起来 别这样 你起来 起来 志军 志军 林志军 姐 怎么了 怎么了 林志军 怎么了 大姨 怎么了 喂 喂 我都都 我看见林志军了 都都 我哥在你家吗 刚才在 现在不在了 那他去哪儿了 他晕倒了 我姐带他去医院了 晕倒 那 那他去哪家医院了 好像是 中心医院 好 多多谢谢你啊 怎么了 谁晕倒了 哥呀 快跟我走 刚才多多来电话说 我哥在安娜家晕倒了 被救护车拉走了 被拉进哪个医院了 中心医院 快走 走 护士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不知道 这是个饭点 小蕾 王主任好 刚送来的病人是怎么回事啊 那位病人 检查结果还没出来 谁盯着呢 曹大夫 他人呢 吃饭去了 急诊室不是有规定 错失吃饭吗 快去告诉他 这是一个特殊血型的患者 赶紧出报告 快去 我这就叫他回来 你是乱的 对 我是这儿的主任医师 我希望啊 你妈妈来给我电话了 病人的情况啊 我们都已经了解了 你放心 好 谢谢 你说说我们吧 也是自找的 刚跟人家嘴硬了半天 你看出事了 我还不是得乖乖地 给医院打电话 给他想办法 其实我在想啊 刚刚这个林志勋的表现 还是挺真诚的 你说刚才我们那么对的 是不是有一点太过分了 雨晴啊 你说 我们是不是把安娜 逼得太紧了点啊 哎呀 老陆 别的事都好说 唯独婚姻这件事情 这关系到他一辈子啊 不能由着他性子来 这我听你的 这丫头啊 是该管教一下了 对了 你给平凡打个电话 他们两个好像认识 咱们也从侧面了解一下 万一真误会他了呢 这个林志勋 行了 行了 打吧 不好意思啊 来来来啊 解释结果已经出来了 跟着解释结果 病人突然晕倒是低血糖造成的 他是不是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是 不用担心 输点液 再补充点营养 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好 好 谢谢 那个什么病房已经安排好了 我马上安排护士送他过去 好 谢谢 不用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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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不能够 不用客气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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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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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学校的时候很用功 成绩很好 待人接物也算和善 但是他喜欢独处 基本上没什么朋友 跟我还算是有点交情吧 平凡 他在家庭情况 你了解吗 他很少说他家庭的情况 我以前还以为 他父亲是个普通的小商贩 后来才知道 马来西亚的第五大集团 清华集团 是他们家的 他没有结婚 他父亲给他安排了商业联姻 但是林志军 为了安娜逃婚了 这件事情在当地影响很大 他父亲也发表了声明 说要和他断结父子关系 而且林志军这次消失 我听说也是安娜找到的 听谁说的 格雅说的 格雅知道这件事 安娜是找到林志军后 跟格雅通过电话 这个死丫头 我问过他 他也不告诉我 他没告诉你 他还挺内疚的 我知道了 刚才安娜带着林志军 到家里来了 带到家里来了 没想到吧 没想到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如果你不去找他 他是不是打算 把自己活活给饿死了 反正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跟个死人 没什么区别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样 如果你妈不接受他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我这一次绝对不能再失去他了 我觉得你妈这个人吧 虽然挺凶的 但是也不是不讲道理 他这个人呢 就是典型的那种吃软不吃硬的 你就别跟他来硬的 小致以李洞治疫情 必要的时候再来点苦肉计 他就你那么一个女儿 我觉得他迟早会接受林志军的 刚刚在家里 这居然都给我爸妈跪下了 他们还是无动于衷 他跪下是应该的 谁让他当初一声不响的 就逃婚了 你妈要是不同意 就让他一直跪下去 跪到你妈同意 秋妍 安娜 我哥醒了 他想见你 好 刚才我说的你都听到了 我没说错吧 哥呀 不好意思啊 给你添麻烦了 算了 我可真不争气呀 居然在你爸妈面前晕倒了 现在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个病样子 更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医生说了 你没什么事 你就是低血糖 回去好好休息就好了 真抱歉 给你爸妈添麻烦了 你现在就什么都不要想了 好好养好身体 反正我这次已经想好了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不要跟你分开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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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是什么 你都三天没吃没喝了 你都三天没吃没喝了 生命力够顽强的 怎么样 现在饿吗 现在反倒 没什么胃口 没胃口也要吃饭呀 就是啊 光有爱情是不行的 有面包也要有牛奶啊 吃饱了才有力气谈恋爱嘛 是不是 那就 喝点粥吧 好 我去买 我跟您一块去吧 好 走 你怎么来了 送冰号餐啊 买了什么呀 粥 还有包子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 去家里了 看着还行 就是老了点 谢了 兄弟 扶你一起来吃饭吧 来吧 安娜 你先回去吧 今天晚上我在这儿陪床 不 我要留在这儿 那你们也得吃饭啊 先吃口东西 我先陪他吧 去吃吧 好吧 平凡 就麻烦你了 干吗那么客气 又和刚认识 别忘了 我可是你们俩的媒人啊 谢谢媒人 谢谢媒人 行 那你就好好照顾这冰号吧 我们吃饭去了啊 我们吃饭去了啊 那我先去了啊 那我先去了 那我先去了 去吧 多吃一点 知道 走啦 来 姐 你到底咋想的呀 你让安娜一个人在医院里照顾林志军 这不是羊肉虎口吗 你真是的 别瞎想了 能对安娜做什么呀 再说了 关着她又怎么样啊 不是俗话说吗 关得住她的人 关不住她的心 你说这安娜是怎么逃出去的呀 她房间的窗户不是被焊死了吗 钥匙也被你没收了 这大厅的门 每天晚上都锁着呀 要说这事儿啊 还真成一个谜了 我问过她了 死活不说 绝着呢 胃口还不错 你说吧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十六场林志军 是啊 我说 词